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篇第一篇 诗篇卷一说恶人与异人的道路分开 而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暂罪人的道路不作恶人的座位 是指到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已经不同在一起 而第二篇仍然是引言诗 因为第一篇和第二篇都是无名的作者 借用这两篇做一个引言 第二篇说什么呢 说历史的进头到世界末日 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哥格马国争战 那时候全世界的人起来对抗耶稣反对的作王 所以这篇说到恶人的进头 耶稣要消灭他们 我们来欣赏的时候 我们先来做一个祈祷 慈悲的天父 我们现在要来思想诗篇第二篇 想到恶人的尽头 求主给我们看见你的大作为 敬畏你 奉耶稣基督名祈祷 阿们 世上的光黄都站稳 神载一同算计 要对抗耶和华 对抗他的受告者 阿们要争夺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成熟 那座在天上的必积少 主必痴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路中摘避他们 在烈路中惊吓他们 我已经在石安 我的圣山高纳了我的君王 我要传耶和华的圣子 他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天生了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极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把他们如同屠像的瓦器摔碎 现在君王应当谨慎 世上的审判官要听怨戒 当全敬畏的心是奉耶和华 又当赐经而快乐 当亲吻而止 免得他发怒 你们就在半途中灭亡 因为他的老气快要发作 犯头靠他的 到时人福的 各位诗篇第二篇 分开四段 第一段 经文就形容全世界的君王神宰来作反 要反对耶稣基督作王 所以这段经文是仍然在千禧年 经文说外邦为什么争吵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外邦全世界 万民就是所有的人 他们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神在一同相宇 要敌党耶和华并他受高者 全世界的君王神在敌党受高者 受高者就是基督的意思 他们说我们要增开他的绑索 脱去他的承索 意思是耶稣作王 管他们太厉害了 他要争脱耶稣的统治 他们想作反 想争脱耶稣的统治 结果怎么样 天上的神笑他们 经文说 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痴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 在烈路中惊吓他们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石安的圣山上了 意思就是说 你们想立另外一个王 怎么可以 我立了耶稣做王 不能立第二个 所以这段经文 指全世界的人不喜欢耶稣作王 神就是要耶稣作王 在千七年的时候 天上的神笑他们 地上的基督也有宣告 地上的基督说我要全圣子 就是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在地上作王 耶稣说 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意思就是说 是神叫我出世的 我一出世 他就立我作王 第八节就说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 称你为产业 将地极称你为田产 意思就是说 神是将全世界列国 称给耶稣 耶稣作王统治的 那么耶稣统治的政权呢 经文说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将他们如同遥障的瓦器率碎 在千里年国的时候 如果世上有人反抗耶稣呢 耶稣好像拿着铁杖打那些瓦器 瓦器怎么顶得住那支铁杖呢 所以耶稣就是用铁杖的政权 来管制全世界的 所以耶稣在罪流的一段 就是招航了 对全世界的人说 你们这些君王 应当醒悟 世上的审判官 应该受管教 快点及时悔改 如何悔改 就当全懼怕的心来侍奉神 又当全战经而快乐 你懼怕神 你就不会造反了 你就会快乐 然后用嘴亲子 就是和他和好 不要等他发怒 他发怒就是用道来灭你 但是如果你投靠他 就是愿意降福 你就有福了 信耶稣就是降福的意思 我们下期的诗篇 诗篇第二篇 形容的是世界末日 全世界所有君王 起来敌党耶稣基督 但是圣经说坐在天上的 就发笑, 痴笑他们 意思就是说 你们世人凭世上所有的军队 能够与神敌党吗? 神会笑一下你,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说人定圣天 人定的东西怎么能够圣天呢? 耶稣基督作王 在圣经说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大家有没有听过尼彩亚神曲的 Hallelujah chorus? 这首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场合唱的时候 所有人都要站起来 因为耶稣就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大家有听过吗?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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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这首诗歌每次圣诞节都唱的 这首诗歌形容耶稣作王 全世界都是主的统治之下 经文形容全世界所有军王要反对耶稣作王 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要攻击他 但是天上的神就责备他们了 怎么责备呢? 圣经说我已经立我的军在石安的圣山上了 意思就是说那时候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 已经作王统治全世界了 耶稣基督自己也解释 他怎么解释呢?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子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意思就是说 神立我为王, 是从我一出世就立我的了 我就是祂的儿子, 我就是祂的受高者 如果哪个人不服的话 圣经形容得很有趣 形容耶稣基督好像姚仗 来打碎那些雅气 那些雅气怎么能够 顶得住姚仗的铁仗来管车呢? 所以各位, 世界末日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起来敌党耶稣基督 是敌党不了的 结果耶稣基督就用烈火消灭他们了 世界末日不是好像挪押方舟 用水来消灭, 是用火来消灭 好像彼得后书说 凡是有形质的, 都被烈火消融化 将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建筑的 但是, 诗篇就劝我们 不要与耶稣敌对了 诗篇说, 你们君王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 圈免世上所有君王, 所有权势, 所有审判官 要服在耶稣基督的统治之下 如何服在耶稣基督的统治之下 经文说, 当传敬畏事奉耶和华 又传天击而快乐 圣经很重视我们要敬畏 敬畏英文是fear 其实就是具怕的意思 具怕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具怕耶和华呢 我们侍奉神就有快乐 所以圣经文又劝我们了 当以嘴亲子 意思就是说, 你要跟他接吻 当时犹太人的接吻就是和好 给钱是好朋友的意思 就是你不要敌党 你要跟耶稣基督和好 免得你再道中灭亡 道中灭亡 圣经形容耶稣说的道次 一把两人的利剑 会击杀你的 但是你投靠他就有福了 信耶稣就是投靠 投靠他就有永生之福 这篇诗篇引我们进入 新天新地得永生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当全敬畏的心是凤耶和华 又当战经而快乐 诗篇二篇十一节 前期